鲜园邱光明连续多年任养新城乡的路灯 累积到现在已经达到1478站 新城乡公所举办捐赠及感谢仪式 乡长和立台率领各科室主管同仁表达感谢之意 也致政感谢状感谢邱光明议员能够率先实习 以呼吁各界可以踊跃来任养路灯 鲜园邱光明表示 路当任养由巷长和立台在民国92年起 以着力推动代表在新城乡的光明以及平安 这与个人的名字相当符合 因此连续第四年率先任养新城乡的光明灯 我们何乡长大家都知道 在新城乡搬任乡长是 应该是空前劫后 空前劫后他是做最多界的人 所以说他每次所推的 这个一些 只要是有福利的也好 什么在慈善乡镇都是全忙 每一个乡镇都在跟我们乡长来看齐 要怎么来做这种方面 所以说我们讲真的我们新城乡 虽然人口不是最多 排在第四第五 但是我们所有的奏法 是我们三乡镇最先进的 所以说在这边 真的我们乡长也非常幸福 这几年下来也非常努力 那也为我们新城乡带来真的非常多的这个福利 再次很想感谢乡长 因为我虽然来担任这个先议员 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我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现在下来的克里太平老师 民国92年以台湾习俗为参考 乡亲会点光明灯以保平安的概念 首创任养光明灯 推行新城向的路灯任养 路灯任养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唤醒 我们相信对公共财产 公共领域这个部分都能够来重视 能够来关心 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各界的这个认养 也有团体的认养 也有个人的认养 当然个人认养 修官们一眼拔的头丑 特别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在108年的时候就认养150战 109年的时候200战 111年是250战 111年是332战 11112年是360战 113年是186战 我们这个邱公明一眼 他认养186战之后 他会经常去关心 他路灯坏了 他会告诉公所 这个路灯坏了 我是以役 以役这么讲 所以这个公明灯 这个认养是非常棒的 其他相似也都陆续在做 我临近的花园市集安相多在做 那么鼓掌谢谢邱一眼好不好 总共的问养 26年来认养 1478战 何一太感谢先言邱光明持续支持政策 每年率先任养成为表率以此抛转领域 因此特别在乡公所二楼挥市 办理感谢仪式 邀请邱光明议员并且颁证感谢壮 感谢邱一言 另外也感谢秀泰影城 廖董市长长年致政任养者电影票 任养一展赠送一张 限量2200张 目前善友名额也尽情相亲 永悦任养 记者金鸿逸 先生向不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